29. 信報財經新聞 信言必攬10點 2015年7月18日信號導航B06信報研究部大使 市寬 表現 升跌比例為81 19. 股價高於50天線比率升至19.2% 3天線高於18天線比率升至25.6% 中短線市寬續有改善 沽空成交比率回落至9.6% 圖一行業表現 升升252點 成交951億元 25個板塊全部上升 19個板塊表現優於痴 內地勳商股中信證券06030 及海通證券06837升幅顯著 帶動金融服務為表現第二階板塊 指數成分股 九隻股價高於50天線 13隻下跌 五隻升穿50天線 市場預期美國延至年底加息 收息股領匯房產基金00823降1.3% 升穿50天線 移動股 六隻移動股逆市下跌 八隻股價低於1元 中國天然氣00931日前被沽空機構Glocos發表報告追擊 公司發呈清通告後復牌 股價列口下跌17% E.J.F.Q. 自負產業信託00778升 穿下降通道和成交量密集區 E.J.F.Q. 負面勢投能量改善 表現跑贏癡 掉走勢有機會轉場 圖二個股短評 中銀香港02388元上升通道穩步上揚 R.S.I. 於50水平之上 表現跑贏癡 聲勢完好 參考E.J.F.Q. 及FA加資料 綜合19個分析員預測 其2015年及2016年每股營利外年增長分別為13.8%及7.3% 預測市場率為1.6倍 估值合理 圖三板塊輪動 金融板塊的相對表現和動力下跌 地產建築板塊相對表現和動力俗升 工業板塊進入改善方格 原材料板塊的相對動力回升 消費板塊相對表現和動力上升 服務板塊相對表現上升 科技板塊的相對動力上升 能源板塊相對動力和表現下跌 圖四彭博數據顯示 截至6月底 中國企業和家庭的未償還貸款佔 GDP比例為207% 遠遠超過2008年的125% 創歷史新高 中國的不良貸款在第一季度已達到1400億元人民幣230億美元 從銀近期對中國龐大銀行系統的健康狀況調查報告顯示 2014年5大銀行不良貸款規模同比增長32% 股份制銀行不良貸款規模增長46% 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規模增長48% 還有一個問題是 如其但未減值貸款規模增加 令不良貸款規模被低估 銀行數據顯示 截至6月底 中國黃金儲備增至5331萬盎司 較5月3389萬盎司大幅增加57% 這時中國黃金儲備自2009年4月以來首次增加 並超過俄羅斯 進新全球排名第五位 外媒猜測 人行公布黃金儲備量 目的是增加人民幣納入SDR 的籌碼 交易員觸覺、美國科網巨企Facebook和Google表現強勁 有機會帶動騰訊00700收復50天線 信報研究報號信號導航信然必攬10點